直 這是一個短橫 非常短的短橫 挑 稍微抖動了一下 直的話這邊 細到粗 這邊寫的比較小 這個長得比較高 但是這邊就寫的比較扁一點 加點粗細 細到粗到細 最後黏好 前面留一個縫 直 龜 龜看來都是瘦的 瘦硬 瘦硬瘦硬 折 凸出去 看起來瘦硬一點 然後如果兩個的話下面的 會 框框比上面的大一點 然後比的話 逆上去 點 點到懸在外面 好 龜 折 這是唯一看起來有粗細的地方了 細細瘦瘦的 這裡細細瘦瘦 折 這裡也是唯一看起來 有粗細的地方 那個有粗細的地方 一定要做到沒有做這個字就完蛋了 然後這裡甩動的話稍微加點粗細 去 前面就又扭一下 踩下來 這是他的招牌慣用的伎倆 好 曲 這裡就寫了方硬一點 稍微向中間集中 右邊稍微再長一點點 然後稍微向中間集中 最後橫畫伸長 把這個筆畫 封起來 好 曲 學楷書我習慣先寫中間 這裡有鶴粒肌群 然後中間還有對定位的意思 這個拉過來這樣子 然後這個右邊稍微降低一點 記得要靠近一點 不要留太多的空隙 留太多的空隙這個字就會鬆掉 這裡降低了一點點才寫橫畫 折下來 然後這一個是一個點 沒有黏住 第二個點快要黏住 然後這個 紫 左點 飄出去 從這裡開始起筆 斜上去以後 折一下 馬上往內折 重點是一個紫 紫的話 翻折翻折 這下面要寫長一點 否則這個字就會 變五短生長 重點在後面這一段要夠長 好 學 OK E E的一個短數 記得 這裡有帶起來的動作 是為了寫這裡 然後抬得很高折上去又帶下來 這裡又帶一次 第二次更明顯 比第一次還明顯 然後這細瘦的 這裡瘦的 然後稍微用力一點 然後加上圓徑姿勢 這裡稍微壓一下以後 彈上去就會產生這個點 那個那個是很特別 而且出現好幾次都這樣 絕對不是意外 那一定是故意的 因為出現這種次數太多了 尊尊的點的話 帶上去 拉長 然後 這一束比較飽滿 這一束比較瘦 這一束又比較飽滿 然後向中間集中 這是滑動的 然後 1 2 3 後面都沒黏住 這樣感覺比較透氣 這個尊道是 傾斜了一點點 因為它這個棋筆 這個過來竟然是歪的 所以這個字感覺傾斜一點 然後點 以前點這裡 點不出去就要點到裡面了 所以這尊勉強看起來有點像 前方傾斜的感覺 再加上這個挫字步 橫的點 然後 就是慢慢這樣滑下來 到這裡以後再一次 碰到它以後稍微拉一下就馬上縮短 所以這次尊其勉強看起來 稍微略往前傾斜的感覺 斜的第一橫就很斜 而且斜的好長 這第一橫就很斜很長 然後下面就突然變短了 這倒是 在玩什麼把戲 變短 然後這個撇又細細縮縮 他很喜歡寫這種筆畫 然後寫在籤在下面做 右翼的翼字 然後照理說我們的束畫都很長 這個斜還真的很斜 加粗細以後到這裡 就不深了 不深長 一般會拉長 最好不深長 好短 我沒有看過了 我沒看過 你 我沒看過 我沒看過 這張小鑰子 感谢观看